今天其實是阿倫... 我覺得... 都屁頭阿 這到底哪裡好笑的 老師不要笑 把雅倫煎我去 我覺得它壞掉了 嘿大家好我是雅倫我在 妳的一家人 從初七到昨天初即啊 初六 對我幾乎每一天都有上去 然後我覺得好玩的地方 是在於你會跟很多 意想不到的人就是結束 然後上次就是 企業家的老闆 然後一直到一般的 好好笑的朋友們 就是很多很多 然後沒想到大家都 有點中毒 每天在上面臉笑 那今天就是要請 亞倫來示範開房子 我還沒開過房子 就要先給美麗一家人了 天啊 但是這個十分鐘的 快閃 對快閃 OK start up 然後 現在有多少人在上面 現在沒有人 天啊 現在快好了 嗨大家好 師兄 師兄 好的 我現在在工作當中 然後被迫開了一個房 不知道為什麼 這是我第一次開房 我等了兩分鐘好了 不用不用等了 現在蠻多人 現在蠻多人是不是 現在到幾人了 現在我不知道欸 我來看 嗨 哈囉 顏阿倫你好 這是你第一次開嗎 因為我之前好像看到 你都是跟別人然後一起 這是你第一次自己開嗎對不對 就是Clubhouse 除了讓我們可以把開房間 這三個字講得非常自然之外 確實就跟你說的一樣 就可以遇到很多好好玩的人 很好玩的人 像是昨天有一個 有被一群beatbox的朋友 就是調教了一下 然後這個beatbox好好玩喔 我才發現beatbox原來博大精深 就是包括你的就是共振跟共鳴 然後還有你的唇齒音之間的震動 都是都是樂器 然後也明白就是原來你唱歌好聽的人 或是唱歌音準夠好的人 在玩beatbox的時候 會玩出一個非常厲害的風格 然後我昨天有學到一些好玩的啦 比如說水滴 欸等一下喔今天怎麼失靈了完蛋了 這個是小鳥的聲音 好啦謝謝 謝謝 謝謝 好啦這個十分鐘就是讓大家 就是開來玩的 然後下一次我會想好 要跟大家聊什麼 再上台clubhouse跟大家見面 掰掰 掰掰